外边都安排好了没有 都安排好了 现在整个别墅都是我们的 好把外边把手好了 一定不能让赵俩来接 对了 再派一包人去赵小小的别墅 今天晚上我不想出现任何差错 您放心我都安排好 去吧 爸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我好多了 这个点你怎么来了 爸我这还不是不放心你吗 我来看看 你真的不放心我吗 会不会再整什么幺蛾子 爸看你这么想我没那么坏 就怕你比我想的还要坏 爸你怎么这么说呢 再怎么说我是你的儿子 是你唯一的儿子呀 还是你应该在这个世界上应该信任我的人 哼从小到大 爸就因为我对你的信任太多了 造成了今天的这个样子 我什么样子爸 你看我这不缺胳膊不缺腿子 不是挺好吗 你心要是坏了 比身体的坏啊 更可疼 我说爸你是不是对我有什么误会 别瞎扯了 你是无事不登三宝店的人吗 直接说找我什么事 哎呀 爸我就是来看看你 真的 就是来看看我 我不相信你说的鬼话连骗 行吧 那我就直说了 我还是感觉你应该把家族交给我 小小就是一段女孩 她根本就靠不住 交给你就靠得住了 这件事就这么决定了 嗯 谁也改变过来 你以后好好辅佐你妹妹就行了 一辈子不愁吃喝 我一个大老爷们去辅佐一个女孩 这说得过去吗 要是没其他的事 你就滚蛋 爸算我求你了 你就把公司交给我吧 我发誓 不 我一定把家族和公司发扬光的 比之强强十倍 阿东你要是再这样纠缠下去 我连副总也不让你做 爸 你是要把我逐出家门吗 阿东啊 我觉得你现在越来越不像你 我不是我了 我可 那都不是因为你 从小到大 你一直偏向笑笑 什么时候偏向过我 我犯了事情 你反而不是要帮我 还祈求对方用最严厉来惩罚我 我做了八年的监狱 就是你个做父亲干的事情吗 哼 我觉得 这就是我一个做父亲应该做的 我没有想到的是八年监狱生涯 你不但没有悔改 你还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 这辈子最后悔的就是不该做你的儿子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我说 我真后悔做你的儿子了 滚 你给我滚 爸 我说错了吗 把家产传给女儿 不传给儿子 你是第一个 我不想听你说话 你马上从房间里给我滚出去 爸 今天我目的达不到 我是不会出去的 你想达到什么目的 爸 这是你的遗嘱 我一定替你写好了 只要你签了 我保证 以后不会再打扰你了 你 你个逆子 爸 我就知道你会死 死了没关系 我这还有一份的 你还是签了 我是不会签的 你马上从我房间里滚出去 我说爸 你就不要再执迷不悟了好不好 今天 你就是签也得签 不签还不签 你这是在跟我说话吗 你知道你是在说什么吗 我知道我在说什么 我就是想让你签个字 我要是签了 你会把我怎么样 你会一不做二不休的 把我杀了 对不对 爸 我不会对你怎么样的 只要你签了 我会养你呢 我会把你送进养老院 让你安小万年 那你妹妹呢 你会把你妹妹怎么样 只要她乖乖的听话 我不会对她怎么样 她要是不听话 那就别怪我 对她不客气 混蛋 你个王八蛋 早知道是这样 我还不如那时候 把你人家垃圾桶里呢 你个不仁不孝 不忠不义的东西 爸 你现在说这些已经没用了 你还是签了吧 剩下的以后再说 我再告诉你一遍 我是不会签的 你真的要逼我 是你再逼我 我看一办我能怎么样 今天你要是不签 你真是丧心病狂啊 疯了 疯了 你已经疯了 我就疯了 我为了达到目的 谁敢等我 今天你就是算杀了我 我也不会签的 你以为我不敢吗 你就试试 喂公子 里面都布置好了 我知道了 好 是你以外吧 赵小姐过来吧 阿宝赵东呢 小姐 你们这是在干什么 我和风哥 你安排的人已经全部被我控制起来 我问你赵东呢 公子在 在老爷房间 行 刘秘书走跟我去 现在好好待着啊 我待会就出来出来 爸 我就实话告诉你吧 现在整个秘书 还有赵小姐 家全都是 全部已经都 你今天千语不千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大局一定 凌义子混蛋 爸 你要现在听我 千里一桌 你还能去阳王院安详 你要是不听我的 连两秒怨都别想起 要把我 活活的气死 你现在已经由不得你了 我欠我欠我欠 我欠 赵东 你想干什么 找笑笑阳川 你的月台呢 你们今天谁也别想走 赵东 你还真别问我 你疯了吗 你 你在做什么呀 我很清楚 我知道我在做什么呢 都是你们逼的 是你逼的你自己 你现在做的事情 下十八岁地狱都不够 不管了 反正今天 谁也别想走 你别扫心病慌了 我告诉你 你所有的轨迹 都已经被我们释破了 而且你所有的人手 已经被我们控制了 你算了什么东西 我们家的是什么时候 能告诉你说 你还真别不信赵东 你现在就给你安排的人手打电话 你看看能不能打通 我不信 我肯定不信 赵总 公子 对不起 我们的计划 都被他们吃破了 一群废物 你现在还有什么好说 阿东啊 自作孽 不可活 我明白了吧 赵孝孝跟杨川在一起 你昨天那一场大兵 肯定是他呀 我爸害你的 爸 这杨川不是个好东西 赵孝孝更不是个好东西啊 爸 阿东 杨医生 是我找回来的人 事与自至此 你就不要再信口私黄了 赵东 你今天的所作所为 我全都记录下来的 我怕 你又要进监狱了吧 你个王王的 爸 他就想毁了我们赵家呀 爸 你不用再讲了 你滚出赵家 从此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你是真的想把我赶出赵家吗 我是你儿子呀 爸 你亲儿子呀 赵老先生 我看光把他赶出赵家也不够吧 以他的性格 以后肯定会打击暴徒 应该把他送到他该去的地 我 我一定要弄死你 我一定要弄死你 你觉得你有这个能力吗 阿东啊 你可你就自生自灭吧 我意已决 从此以后 你不是赵家的人了 滚出去 爸 好 我滚 我滚 他是我们的落寂中 让我 一定饶不了你们 怎么 这个女子 这是要气死我的 爸你没事吧 爸你怎么了 没事吧 这是急火攻心 他刚刚大病出狱 现在又受了刺激 他那怎么办呀 你把他蒸几盒拿过来 我给他紧急治疗一下 好我去拿 老先生你先做钱 我把我给你紧急治疗一下 哎 卫武 真他妈的废物 你干什么吃的 说好的万文医生 这就是你他妈说好的万文医生吗 废 你 哥 我 你 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